这一时你出来明明狂爪这一钩子 我碰到的是链子波士爪子呀 还是被勾到的 小老虎现在很生气 后果呢肯定也相当严重 如果可以给我几把RPG 我把突兵2.0以为平地 再把狂爪的钩子卸下来 看他还狂不狂呢 激波连跳 甚至让武器本人都觉得 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 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 又仿佛是一口气炫了 很多盒德茶巧克力 刚刚这位置被小藏师扔去了 我们换个位置 回头跑 哦 被拦截了 身后也才三两只小藏师 不过如此啊 往前再跳跃 就这几个小点位 就把他们耍得晕头乱象 回头 再回头 又回到我的老根据点了 只要到这里 就看到了光就变成了猎手 话说突变2.0也急需扩建 旋转刀法一大时 这小藏师走得相当安详 这刀已经很久没有出窍了 明显是有些生锈 小在藏师身上感觉都不痛不痒的 甚至还有一些舒适 这肯定相当不合理 直接拉开位置 别以为我怕你 猛虎回头一刀咪咬 咬 咬 血量这么好 不断地都给他开出来了 但不好意思 这局已经没有我的对手了 还想来比划比划 别以为游戏结束了 就能饶得了你 倒下吧 谢谢大家